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轩云家 又如何 他们 都要给你陪葬 许顿 王爷 陈锋 这次算你命大 陈锋 要还没好吗 快快快 圣女大人催了 务必打起十二分精神 谨防敌军夜袭 还是不行 刀叔的伤势并无大碍 只是 始终没有苏醒的迹象 等会儿我去看看 谢谢你 瑶瑶 不过你的身体 不打紧 或许 还有一种方法 能保住云将军性命 是什么 他以地灵雪莲 能短暂保住神魂 在哪儿能找到 地煞灵脉 但是 那儿很危险 除了那些大家伙 尤其要当心地煞钢风 地煞钢风 这钢风不同寻常 千百年来 丧命其中的武皇竟强者不计其数 自从你的血脉被封印之后 情节大跌 不如从前 你 没事的 我自己的身体 我清楚 我就知道 即使这样 你还是会去 因为 这就是你 但是 你要答应我 一定一定要活着回来 我会的 月儿 你去吧 我留下来照看 陈锋 陈公子 怎么了 三天内一定要赶回来 否则云将军 无药可疑 敌君虽已溃败 但主力胜足 不能掉以轻鲜 小家伙 帮我 不好好养伤 怎么出来了 有人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天地古重 我还以为拿不到了 是 宁儿 他 怎么样啊 生命里投掷过度 恐怕 他人在哪儿 已经走了 他说 要为自己的过去赎罪 所以 你还敢活着回来 卑职实在没有料到 鱼破天内司 竟然会有针对我 宣元家的血脉封印大阵 但是主上 其实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好事 没错 主上 尘封的资质越强 对您岂不是越有利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计划已经失败了 主上 据我猜测 尘封一定会想方设法 来招戈天子城 其实 我们可以 你当他是三岁孩童 还会再上当不成 您大可放心 我们手里 可是有他不能拒绝的筹码 你是说 选源若兰 主上英明 请 请给卑职最后一次机会 这次还做不好 就自己 扭断吧 想不到南疆这种酷热之地 也能诞生如此景观 请 请